《甄嬛传》是一部为我们大家熟知的电视剧,看着部剧,我们就会发现剧中人物都善于心迹,而我们的生活其实也是一部电视剧,只不过没有彩排, 每天都是现场直播,城府跟心迹有些联系,但又不完全相同,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他们存在于心思坏的人身上都会让人更加反感,而没有坏心眼,只是单纯的懂得这些道理,心里考虑事情比较全面,有这样城府的女人也可以交往,朋友圈里,经常发这四个字的女人,其实城府比较深, 一,有你真好他巴这几个字,并不会可以指向谁,但却容易让很多人对号入座,你不妨想象一下,如果有人对你说有你真好,你心里会不会特别感动,他在你心中的地位也会提升很多吧, 以后不管有什么好的,你是不是会第一时间想起与他分享,这句话不管是说给谁听,都会让人家心里开心,会让人觉得在他心里自己很重要,无形中拉近了两个人的关系, 城府深的人也不会把心思,用在损害他人利益上,因为他们是聪明的,不会做让人反感的事情, 二,好无聊啊,这句话很普通,却有着不普通的含义,表面上说自己无聊,其实是暗示别人主动去约自己, 这样相约他的人,也不用费尽心思找借口,这句话说的恰到好处,喜欢的人肯定会找来, 而不喜欢的人再怎么暗示他也会无动于衷,聪明的女人,知道怎么守住自己的底线, 不会毫无底,陷得去爱一个人,他们会经常试探,在确定你喜欢他时, 他才会去考虑要不要和你在一起,不论是爱情还是友情, 他们都不会付出全部,水马则意这句话想必大家也都明白, 爱人爱惜分留三分,是最基本的,那三分要留着爱自己, 三,努力生活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,不要羡慕别人拥有了多少, 要看到别人在背后的付出与汗水,没有哪个人的成就是坐着等来的, 都是靠自己的打拼,跌倒了就爬起来继续跑, 不管在任何时候,能够努力生活的人都是长人既敬佩又心疼的, 特别是女人,虽然数一进入社会,女人男人都没有特权, 但传统上,男人大部分还是会心疼女人的, 在朋友圈经常发这四个字,告诉了别人他很独立,也很努力, 说这句话也会让人心疼啊,会让人有保护的冲动。 四,没关系啊,很多时候,他们受到了委屈,都会选择闭口不谈, 表面上还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, 其实心里的痛只是不想表达, 他们知道那样可能会给别人带来负能量,会让别人讨厌他, 遇到天大的事,也会说没关系啊, 其实心里委屈到不行,这样也给人家一种错觉, 不管别人做了什么事,他都会选择原谅, 他心里有没有默默记下这笔上谁又知道呢, 往往不动声色的人是最可怕的, 你不知道他们报复的话会有多严重, 嘴上说没关系,心里很在意的人有很多, 如果我们得罪了别人,请一定要道歉, 任何事情都做到外,让人调不出来毛病, 他心里也会感到舒服一些。